第172集 第173集 伯贤大哥 我是伯宇啊 那人看见谭伯宇急忙跑过来 说道 小语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快得进城 马上就要封关了 谭伯宇说道 我知道 我还有几个朋友要进来 他们是七龙城的修真者 我怕你们误会 所以找你来说一下 谭伯贤问道 你能担保他们 谭伯宇连连点头 我担保 我担保 他们没问题的 另一个修真者也走了过来 说道 伯贤 什么事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小心点 轩龙和李强都不说话 轩元义清走上前 掏出一块信物说道 我是齐龙城的轩元义清 和我师伯师叔 从苦修路过来 见过老哥 谭伯贤看了一眼 点头道 你们快进去吧 伯宇 你先回家去 这几天 苏长可能要召集大家开会 到时候 别忘了去 冰湖上空的爆炸轰鸣声 越来越响 城门口的修真者 流露出紧张的神情 有人叫道 看 有兄弟受伤了 快去接应 只见雪龙城 又飞出去上百名修真者 片刻功夫 几十个受伤的修真者 就退到城门口 这些修真者 大部分都是元英妻 李强冷眼旁观 知道这些修真者 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要想再动手 是不可能了 李强心想 看来 那个伞仙 是手下留情了 不然 这些人 就不是受伤 这么简单了 宣龙说道 雪龙城的修真者 要撤了 他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进城 谭博宇张张嘴 却没有说话 他很想请 宣龙和李强帮忙 可是 他说不出口 其实 只要他说了 宣龙和李强 未必会拒绝 只是他们两个 都觉得没有理由 插手雪龙城的事物 李强的心态 转变了很多 他目前 只想找到足够的精识 见过仙界的人 然后赶回风原兴 不想再惹出别的事端 他不晓得 自己什么时候 就会走火入魔 李强虽然豁达 但是心里 还是有一种紧脱感 雪龙城的修真者 一批批向回飞来 那个伞仙并没有追赶 只是一个劲的狂笑 显得很狂妄得意 这下 连轩龙都有些不悦了 但他隐忍不发 只扫了一眼天空 便不再理会 跟着李强等人 随人流进了城门 进城之后 是一个巨大的峡谷 四周雪山环抱 峡谷里温暖如春 路边整齐地栽种着各种花树 各式各样的小屋 引现在树丛中 这条峡谷最宽处 有十公里 纵深有几十公里 如果从空中观看 峡谷的形状 就像一枚橄榄 两头尖中间宽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被人工修整过 城市规划的 比齐龙城要好得多 给人的感觉 清爽整洁 其实 齐龙城的另一侧 还有一条更大的峡谷 那里是初级修真者和凡人居住的地方 那条峡谷更加巨大 但是环境要差了许多 有上千万人口 是雪龙城的外城 谭伯宇带着大家 从大陆转向左侧的一条小径 他边走边说 是或是说 我家在那城的边上 要不是我老婆先修炼到圆英期 我们家还得住在外城呢 那里要艰苦得多了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 内城和外城的区别 轩辕一轻笑道 能住进内城的都是高手啊 师弟现在也是高手了 到了圆英期 弟妹应该高兴了吧 谭伯宇美滋滋的说道 虽然还是比不上你弟妹 不过修道圆英初期就可以进家族的名榜 以后就可以搬进内城居住了 这还要感谢师伯师叔的帮助呢 他话语中充满了兴奋 李强好奇地问道 修道圆英期就可以住进内城 雪龙城修道圆英期的修真者有多少 谭伯宇心不在焉地说道 呃 是 有伤万人了吧 他的神情渐渐变得很紧张 也很兴奋 李强略意思索 恍然大悟地小声道 龙师兄 你的师侄可能怕老婆呀 圆圆一轻听到了 他看看谭伯宇 又看看李强 笑了起来 谭师弟 师叔说得对吗 谭伯宇根本没注意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随口答道 是啊 嗯 你们说什么 连百圣真这么老实的人都笑了 轩辕一轻更是呵呵大笑 他拍了谭伯宇一巴掌 笑道 看样子 弟妹很厉害呀 师弟有福了 谭伯宇眨巴的眼睛 脑袋里晕晕乎乎的 搞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家里 离家快一年了 越走进家门口 他心里就越紧张 轩隆对这些毫不在意 他是仙人 对情感方面相当淡漠 他不大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笑 他独自修行的成千上万年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凭理智去解决 只有对李强是一个例外 刚才他还闪过一个念头 觉得自己很奇怪 为什么要跟李强到雪龙城来 对谭伯宇怕不怕老婆 他既不在意 也不觉得好笑 小镜两边种满了树木 李强感觉就像是走在家乡的一个公园里 周围绿树成荫 枝头坠着雷雷果实 不时可以看见树后露出的小屋 和家乡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鸟虫鸣叫的声音 安静的让人感到有些异样 忽然 一阵快速跑动的脚步声响起 嘻嘻哈哈的笑嚷声从林间传来 七八个少男少女追逐打闹着冲到小镜上 谭伯宇一眼看去不由的大声叫道 雪儿 你又跑出来疯 你妈在不在家 快过来 一个身穿大红色短袄黑色长裤的少女 从那群人中遇到谭伯宇身前 他惊喜的叫道 爹 你怎么回来了 是妈妈让我出来玩的 今天功课做完了 他们是谁啊 谭伯宇苦笑道 这是小女谭桓 被他妈妈惯坏了 师伯师叔别见怪啊 轩儿 来见过师伯祖和师叔祖 那少女看看轩龙又看看李强 一过道 爹 你迈的哪名字诗啊 确实怎么不知道 小心妈妈揍你 李强扑哧一声笑了 我语 你女儿很泼辣嘛 小丫头 你爹是我失职 你要是不乖 我连你妈你爸都一起揍 除了轩龙外 所有人都被李强肆无忌惮的话吓倒 谭桓大叫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像李强这样的修真者 咦 小哥哥 你胆子不小啊 敢揍我妈我爸 你看法宝吧 他掏出一张玉牌 念着咒语 仰手劈向李强 谭博宇吓得魂飞魄散 大喝道 拳二 不得无理 李强站着一动不动 任由闪着红光的霹雳打在身上 他哈哈笑道 小丫头 敢用霹雳闪电打我 我就带你老子教训你一下 他将手一招 谭桓怎么也站不住脚 尖叫着就被李强抓了过来 李强仰手坐视欲打 谭博宇慌忙叫道 师叔 求你饶饶小女 他不懂事 你老大人大量 不要和小孩子计较 周围那些少男少女 看见谭桓被李强抓住 一个个都不服气 只听一个少年喊道 他敢打圈儿姐姐 大家揍他 轩龙不耐烦了 轻轻喝倒 都给我站在那里 不许动 随着他的话音 那几个少男少女都呆住了 一个个面红耳赤 眼睁睁地看着轩龙 根本就无法动弹 李强笑道 这些小家头很厉害嘛 算了 饶你们一次 他仰手解开轩龙的禁止 轩龙叹了口气 哎 兄弟 我是在帮你的忙啊 李强瞥着他一眼说道 大哥 我需要帮忙吗 轩龙被他噎得 无话可说 谭桓被李强抓住了双手 恨恨地叫道 再打我 我妈不会饶了你的 李强大感兴趣 说道 你妈不饶我 好 我就看你妈怎么不饶我 他抬手将谭桓担在腿上 举手欲打 谭伯宇吓得连声告扰 师叔 饶了小女吧 他不懂事 李强心里好笑 他将谭桓放下 说道 小丫头 别说你妈了 就是你们谭姓组长来 我要是看不顺眼 嘿嘿 一样打屁股 谭桓虽然不服气 但是见了李强的实力 他也有点害怕了 可口中却不服软 好 我带你见我妈 哼 看我妈怎么揍你 他太崇拜妈妈了 其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谭伯宇苦笑道 小女被他妈妈惯坏了 请师叔原谅 那一群少男少女解除尽之后 像一群受惊的小鸟轰然散去 跑到远处 他们才又喊道 敢打圈儿姐姐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李强坐视欲追 吓得那群少年飞快逃离 谭桓无可奈何地说道 好了好了 算你厉害 你谁啊 他这才仔细打量李强 李强的气质 自从修炼了天剑章后 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弹循细看之下 立即就被他吸引住了 修真界外貌漂亮的修真者无数 但是既有气质 又潇洒不羁的人 并不算多 李强有种奇特的亲和力 只要注意看他 就会被他吸引 因为他现在的境界是平凡之心 连轩龙都抵挡不住他的魅力 更何况 谭桓这个未入门的修真者 谭桓觉得 李强就像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样 给他的感觉非常强烈 他浑身都冒出汗来 一颗心 忍不住 碰碰乱跳 谭桓不敢再看李强 说了一句 我叫妈妈 转身向前方跑去 连脚步都显得有些凌乱 谭国瑜苦笑道 劝儿就像他妈妈 性子破烂得很 师叔千万别生气 他有点忐忑不安 李强笑道 谁会和他生气 逗小孩子玩玩罢呢 不过 伯宇啊 你女儿 似乎不听你的话嘛 他是不是 一直都这样 轩龙 瞥了李强一眼 说道 老弟 别随便逗人 修真戒 恐怕没有人能扛得住你 明白吗 李强 微微一愣 说道 哥哥 我不明白 他要是明白 就不会去逗痰痪了 轩龙歪歪脑袋说道 不明白就算了 等你自己醒悟吧 他也懒得再说了 转过一片矮树林 一座很小的木屋出现在眼前 木屋的四周种植着很多花草 木屋很简陋 只是四间相连的小房间 门口站着三人 两女一男 李强猜想 这一定是谭博鱼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李强拉住轩龙 小声说道 我们等一会儿 让他们先见面说说话 谭博鱼激动地奔了过去 叫道 全的娘 我修到园英期了 我修到园英期了 他激动地满脸通红 中间站立的美妇人满脸笑意 张开双臂迎上前去 一把搂住谭博鱼 娇声道 老公 真的到了园英期吗 我没有白疼你啊 不过 你要是骗我的话 我可不饶你啊 他两手扶住谭博鱼的双肩 上下打量着他 半嗓 才说道 咦 奇怪 是真的呀 小语啊 你是怎么修炼的 边上的少年 怯声声地叫道 爹 谭博鱼开心地笑着 永儿 他似乎非常喜爱这个孩子 拉着他的手问道 永儿 修炼得怎么样了 在家乖不乖 美妇抬手敲了一记谭博鱼的脑袋 说道 小语 在跟你说话呢 有心不在焉的 小语乖得很 不用你操心 谭博鱼尴尬地笑道 全的娘 你看 有朋友在啊 等空闲的时候再说好吗 看上去 他真的很怕老婆 突然 从空中落下一道见光 一个身穿战甲的姑娘叫道 姐姐 大哥出事了 咦 姐夫也在 美妇大惊失色道 什么 弹簧一把抱住那个姑娘 紧张地问道 小语 他就怎么了 你快说呀 那姑娘焦急地说道 一大秀 被城外的老怪物大伤了 飞肩被毁 一条胳膊被砍断 雀儿 你乖乖在家 别淘气 小医师过来通知一声 我还要赶去寻找灵丹 美妇喝倒 青儿和永儿回屋去 小妹 我陪你去找救治灵丹 轩龙无动于衷地看着天空 李强也不动声色地站着 谭伯宇心里明白 随便是轩龙或者李强都有能力救人 他说道 全娘 你别急 我有办法的 没等美妇说话 他转身对轩龙和李强说道 师伯师叔 他的意思两人都懂 李强笑道 我来吧 伯宇 别着急 我负责治好他 你请 你带着圣针 先进屋休息 谭伯宇喜出望外 连声道谢 又拉着美妇和那个姑娘说道 这是我拜的师伯和师叔 这是我老七英慧 圈的小姨 英艳 英慧早就注意到轩龙和李强了 他一点都看不出这两人的身前 见谭伯宇如此郑重其事的介绍 他便很客气地打理 英慧 英慧见过两位前辈 谢谢前辈 赵颖招夫 英艳急道 我们快去 先去找林丹 然后就到大哥家去 李强说道 英艳 还是先到你大哥家去 你带路 英慧看向谭伯宇的目光里 透出询问的意思 谭伯宇连连点头 让他放心 英慧说道 前辈 前辈 那就麻烦你了 小妹 我们一起过去 谭伯宇说道 我带师伯师叔去 救人要紧 他一马当先飞起 英慧姐妹俩紧跟着飞到空中 李强两手一摊道 龙师哥 一起去玩玩 其实 轩龙根本就不想去 不过 在这里等着 也没什么意思 便说道 好吧 去玩玩 英慧的娘家 在内城里 是一个大家族 也是家传修真者 他的大哥 是英家的组长 他的修为很高 达到了出窍中期 是英家最才华横溢的高手 在英家有极高的威信 英艳和英慧首先落下 急匆匆向内庭冲去 谭伯宇招呼着轩龙和李强 英家是一个大家族 有一座很大的院子 院子里有四座白色大屋 都是用法术建成的 周围有灵散的小屋 院子的空地上 变植花草 正中间的大屋前 挤满了英家的族人 人人脸上布满愁云 谭伯宇大声道 请让啊 我请了高手来救治组长 拥挤的人群中 有人说道 咦 这不是那个没用的烂鱼吗 他来干什么 谭伯宇顿时满脸通红 不高兴地说道 谁 谁这样说我 我现在可是元英七的修正者了 人群里传出一片不屑的虚声 没人把谭伯宇放在眼里 英慧已经进去了 文生又转身出来 他兴演元征 娇和道 你们要死啊 连我老公都敢骂 是谁 站出来让我看看 看我不发了你的皮 他一步一步向人群走来 那些人似乎很怕他缓缓向后退去 有人怪声怪气的叫道 不得了了 惠大姐发怒了 英燕也跑出来说道 姐 别管他们 无聊 李强忍住笑 拍拍谭伯宇的肩膀 说道 伯宇 别生气 我们进去吧 他猜想 谭伯宇一定是靠着老婆娘家的力量 才有现在的地位的 不然 不会被人看不起 轩龙一直默默无语 他不喜欢与人交往 因此只是静静的观望 李强走 他就跟着 李强停 他就站着 像是李强的跟班一样 不过 这个跟班的身份实在是有点吓人 几人急忙跟着英慧走进内厅 内厅临时搭了一张软榻 上面躺着一个面色惨白的汉子 他的手臂只有一点皮连着 血已经止住 可人还昏迷不醒 厅里还站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看见英慧进来 立即招手 示意他过去 英慧快走几步上前 施礼道 大伯 布里大哥怎么样了 谭伯宇小声告诉李强 他是圈娘的大伯 英赵岩老族长 一直在前修 看来 大哥受伤 把他老人家也惊动了 边上站着的都是英家的头面人物 英不利是现任英家组长 他受伤是英家的大事了 轩龙看了一眼英不利 淡淡地说道 胸口被巨仙雷波急 胸骨散裂 此复全乱了 原因中疮 就剩下一口气了 他要不是有出窍期的修为 挺不到现在 快不成了 如果没有灵丹妙药 我看还是兵姐比较爽快些 他根本不管周围人是什么感觉 一口气就说出了英不利的状况 神情也是不冷不热的 一副局外人的样子 李强暗道不好 轩龙这家伙 人情世故完全不懂 一开口就是得罪人的话 虽然他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也不能这样无所顾忌 英家人都知道 英不利的伤势严重 但被轩龙这么一说 个个心里难受之极 英照言拉下脸来 不愿地问道 辉尔 他们是谁 听众朋友